大家好,我是Danny,歡迎收看Denman826的頻道 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兩個印尼菜式來分享給大家 這也是我朋友教我怎樣做的 第一味就是一個印尼沙律,叫加多加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另一個叫巴東牛肉 我今天這條影片會分享給大家怎樣煮這東西 大家可以在家裡自己試試 不一定出街才能吃到印尼菜 第一個印尼沙律,做這個沙律 材料其實都有點複雜,有很多材料 首先我們要一個薯仔 然後要椰菜,長豆角,芽菜仔,合掌瓜,青瓜,雞蛋 可以買少少印尼蝦片,也要少少炸蒜蓉,還有豆腐泡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加多加多的印尼醬料 我朋友說是印尼或東南亞的南貨店 都可以買到的 現在這個展示給大家看,就是加多加多的醬 雖然材料好像很多很複雜 但其實都很簡單的 所有的蔬菜類都要煮熟它 薯仔,椰菜,青豆,全部煮熟它 除了青瓜,合掌瓜都要煮熟它 青瓜和合掌瓜切條 這個豆腐泡水 另外蛋就煮熟它,切片 把它放好一碟 之後將醬煮熟去開水 稀結度就要自己來配合一下 然後淋上去,暖暖地吃這個沙律就好 現在就開始做這個印尼加多加多的沙律 將雞蛋煮熟,切成小塊之後代用 將這個合掌瓜批皮 但是批皮之前可以戴上手套 因為那些皮會令到你的手有點敏感 將它切成條狀 薯仔批皮之後切成一小塊 豆角也將它切成一小段 要洗乾淨 然後用椰菜洗乾淨之後 撕成一塊塊 另外將芽菜浸一下水 之後就將合掌瓜 薯仔,青豆,椰菜和芽菜 用滾水煮熟 之後一定要瀝乾水 因為如果太多水分留在蔬菜裡面 做出來的沙律醬就會稀了 不好吃 豆泡把它切成一半 之後用滾水飛一飛水 記緊都要拿乾水分 青瓜不需要煮熟 有些人會喜歡連皮吃 但我建議將皮批皮 然後切成這個小塊 所有材料預備好之後 就將它鋪在碟上放得整整齊齊 靚靚仔仔 至於加多加多醬 在香港可以在一間叫做 凝多Indo Market 可以買到的 在香港很多地方都有 可外觀眾可以嘗試賣 東南亞食品的店 加拿大觀眾可以去T&T 超市找下有沒有 現在就要準備加多加 拿一個沙律醬 首先把那幾塊加多加多醬 放在鍋裡 先把蝦片硬溶 然後慢慢溶水 來加熱 然後 不要一次加那麼多水 因為如果一次加多加多水 就會太稀 慢慢加加到 稠度正好為止 煮滾了 就可以淋在 鋪好的加多加多材料面 之後再加蝦片 和一些乾蒜頭碎 在上面就會更加好吃 這碟就是印尼的加多加多沙律 做完加多加多沙律之後 第二樣要做的就是巴東牛肉 材料其實很簡單 我買了一些牛肋肉條 把它切成粒 然後就要一個巴東醬 巴東醬也是一些印尼東南亞食物的店 或者甚至大的超市場 好像City Super Taste 都可能會有的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 現在這個就是巴東醬 接著要一罐的椰漿 另外就要一些乾蔥蒜頭來爆香 和少少的辣椒來調一下顏色 這個巴東牛肉 除了可以送飯 其實我也可以用一些手抓薄餅來吃 都可以的 我今次用這個牛肋條 是在超市場買回來的 急凍牛肋條 將它切成這個細細粒 這樣 接著加入調味 我放了這個生抽 糖 胡椒粉 麻油 豆粉 還會加少少的蠔油 來醃一醃去 首先醃好的牛肉粒 要用一公升的滾水來煲它 大概煲到半熟為止 那些水呢 留下500毫升的牛肉汁 來開那個巴東牛肉醬 燒熟了鑊之後 加油 就可以爆香這個蒜蓉乾蔥和辣椒水 之後加上這個巴東醬 爆香了少少之後 就加上這個椰漿 之後放入已經半熟的牛肉粒 還有剛才煮牛肉的500毫升的湯水 下去 然後慢慢把它煮到水分收乾到大概八成 這樣就可以上碟了 觀眾朋友有真空煲的話 也可以把它放入真空煲 焗一兩個小時 這樣牛肉會更加軟 這就是我今次小試牛刀 第一次學煮的印尼菜巴東牛肉 希望你都喜歡我今天為你介紹 這兩款的印尼菜式 其實這兩個印尼菜都不太難煮 在家裡都可以煮到 如果你試過的話 告訴我吃不成功 還有好不好吃 希望觀眾朋友 無論你在香港 或者世界其他地方 都身體健康 大家齊齊心抗疫 多點在家裡煮飯 我會繼續拍多點煮食的片 分享給大家 我在家裡煮什麼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讚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今次第一次看 又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會第一時間知道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多謝你們 拜拜 多謝你們